各位小伙伴们大家好 这里是摄影师一念 那本期呢 大家看我的装备就应该知道了 这是一期水下摄影的节目 夏天的时候呢 我还是很喜欢出来游泳的 可能很多小伙伴也有这个爱好 那我在野外遗物的时候呢 喜欢带上一个水下相机 拍摄一下小溪小河里的 这些小鱼啊小虾 然后水草啊 感觉还是很有乐趣的 那水下摄影呢 它有很多很多种的装备 那对于最入门的选择呢 就是一个手机套上一个塑料 硅胶材质这种防水壳 那更进阶一点的呢 可以使用运动相机 或者这种专业的水下相机 这些拍摄的效果呢 会比手机稍微好一点 那如果更进阶一点的呢 就是使用专业的单反 或者微单相机套上专业的潜水壳 当然这个价格就不便宜了 一般一个专业的潜水壳 基本都在一两千以上嘛 那高端呢 几十万也是有的 那我们今天要用的设备呢 是一个2084的TG4水下相机 那2084TG系列是一个 比较有名的水下相机的型号 从TG1到TG6 现在这个TG4的二手价格呢 基本上是在四五百左右吧 还是很划算的 那它呢 是二点三分之一寸的感光板 基本上就是绝大多数卡电机的这个配置嘛 然后呢25毫米到100毫米 2.0到4.9光圈的镜头 这个光圈大小还是可以的 因为大家知道了 这个水它能格局掉很大的光线 所以就算在这种很晴天的环境下呢 水下的光线呢 可能也是比较暗的 所以呢 光圈大呢 那还是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吧 我觉得 行 那就是这么多 我们开始下潜吧 做的 estas 什么 全纓 Quando 本身的资格 河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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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勤人 死许 游泡的 潮在 河泡 de河泡 河泡的 河泡的 河泡河泡的 河泡河泡的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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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